花莲又出现两位百万富翁了 109年5、6月份同一发票 开出两张百万元的专属奖项 一家是明年国小前的全家超商 一家是吉安中山路的欢乐熊超商 国税局花莲分局在8月5号 特别前往店家放鞭炮 分局长张亚、景也鼓励大家 多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既环保又能增加中奖机会 花莲又开出百万发票 这一次有两位幸运民众 都是在便利商店购物 使用电子发票就中了专属的百万特奖 国税局花莲分局在8月5号 特别前往店家来祝贺 很高兴我们今年福星高照 我们花莲今年5、6月份的统一发票 又奖落花莲 总共有两张 一张是6月11号开出的电子发票 那这个幸运儿他是购买 在我们这家的全家便利商店 购买就是我手上的这些东西 一个是古早味的低糖豆奶 还有一个是烤番薯 然后还有一个是烤鸡 另外还有一个凌文锡片 总共是花了108块 就中了我们云端发票专属奖 像100万元的专属奖 另外一张的这个纸本的电子发票 是在我们吉安的一个城邦 这个便利超商 熊邦便利超商 那么我们这位幸运儿呢 是购买了一包的这个花莲米 还有一个是LCA的柠檬锡片 多多 所以我们非常的恭喜 我们这两位幸运儿 得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奖项 国事局鼓励大家多使用云端发票 中奖几率会更高 多多使用这个电子发票 那有好处除了说可以 这个一般的这个发票对奖之外 那另外呢 这个还可以有这个电子发票 云端发票的一个专属奖项 那云端发票呢 这个像我们这一次呢 就有一个专属的百万奖金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1500组的这个 2000块的奖金 那另外呢 还有个500元的50万组的这个奖金 所以呢 中奖的机会 云端发票中奖机会是多了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消费者呢 能够多多的使用这个云端发票 国事局提醒中奖人 要在期限之内完成领奖 以免逾期无效 同时也建议大家 多使用云端电子发票 并且完成归户 才不会漏掉中奖讯息 还可以节省印花税 借路会欢迎视报道